其实主要也是我觉得也是那个啊这个这个 应该是使用者导向吧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他这个虚下的本来前身应该有叫什么追有一个叫 追加加吧 那这就是因为他那个也是想要跟网络的加把靠拢但是呢不太顺利后来那加把生涯告了他就他就不发展加吧 可是他不发展java他又发展另外一个叫c sharp 但实际上这个c sharp 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是跟java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学会c sharp你要在跟java衔接其实还蛮快你会发现里面很多的语法 很多类别名称 几乎都一模一样 而且他的开发环境又比java来的更好开发 更好去学习 所以说如果你完全没有java底子的同学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会发现在visio 这个visio studio这个开发环境里面呢会比较容易学习一些些 那我想你们将来就记得就是选这个c sharp不要选到这个visio basic然后呢选的就是这一个 就是asp 单内的网站 那这边的话呢你就直接位置的话请你选择档案系统 那为什么选择档案系统因为 早期后我们在开发那个互动式网站的时候会有个问题就是你必须还要再架设 一个伺服器 就是web伺服器 那这个架设web伺服器再来开发 其实很多人 我看就已经头脑脏了 所以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已经帮你怎么样了 帮你在 开发环境里面再 建一个虚拟的一个 web伺服器 让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你就执行 执行就对了 你让他就可以把这个城市让他早期啊还要再去设定iis 还要设定一堆有的没了 你帮我把环境让起来你就已经头晕了 那现在他什么都帮你 想想的很 很周到了 所以你开发的人越来越轻松 好所以学习 这个应该不会太困难 再来的话你要特别去浏览的时候 你一定要务必要知道 一个网站就是一个资料夹 你就是 放在像我上礼拜是把它放在桌面上 那我就是在那个浏览的时候 找到那个桌面的位置 特别是将来你要备份的话 你就是在备 备份 在这个 桌面上上个礼拜我是在这边加一个资料夹名称 CH就是章节 01 你就到时候他会自动问我们说你桌面上 我好像有一个 CH01 底线加02好了 就是 我们就在桌面上产生一个资料夹 那这个资料夹就是你将来可以备份走的 以后的你所写的任何的那个程式 都放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所以我按开启的时候 他问我说要不要建立 那你就选是 这个时候他自动会产生一个资料夹 所以特别是你在开新网站之后 就循着这个方式按确定 确定之后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开起来了 我按确定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架构 就会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 在各位可以注意一下看一下 我跟我试试 你先快找找趋 你先回来 我看你 你先回来 感谢观看